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麦游观点 大家看一下在校园里面排队排的这么长 猜猜大家是在干什么 嗯 没错 这就是在食堂外面 我们学校办了一个德国美食节 请了一些德国的大师傅来做一些德国饭 这个菜其实是在二楼 但是它从二楼然后从楼梯一直盘旋下来排队 一直这样排到楼外面还排出一百多米 就可见大家有多么狂人 因为它只在学校里面留一瓶 这就是那些德国的大师傅 还有德国留学生小弟弟 还有学学德语系的同学 然后就是这些大师傅 这是一个装着德国啤酒的啤酒桶 对 它是十一点半开始供应 这时候其实我录的时候是十点半 就已经有这么多人在排了 我排的还蛮靠前 因为真的非常幸运 那天我恰好早晨三十点没有课 我下了第二节课 一直就过来排队了 因为我猜到会有很多很多人 对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已经有很多人在排了 这些就是饭菜 因为我那天没有拿相机 我是拿手机录的 就是录出来可能效果不是那么好 但是它这个套餐真的很好吃 它有两种饭 我要的是一个蘑菇 蘑菇团子的饭 就是现在它这里这一份 对 这是一份德国酸菜 还有土豆汤 还有这个就是蘑菇的一些菜团 但是它团子里面也会有面包 所以这样它会有主食 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而且一份只要15块钱 再次感叹我们食堂的食堂 真的不愧是上海的传说中的吃在统计 我觉得可能在全国的高校也是无人能敌的一种食堂吧 都能把我养得肥到不行 对 这就是这周三的街舞社的活动 我特别开心 因为就是我们负责的同学还挺认可我 它直接让我在前面带 就是带大家一块跳 然后这个舞呢 就是一个中文歌 而且还是最近很网红的 中文歌的一个标准 就我感觉我跳的有点软 可能也是跟我穿的太垮有关 我感觉我这些衣服给我爸爸的冷穿 就真的行 我越来越喜欢这种特别特别宽松的衣服 就真的很舒服 接下来就是最近画的一些画 还是有画一些零食的包装袋 这是我室友买的一个青嘴烧 其实它就是味红的辣条 但是它其实就比较高端的领图 然后听起来就变得厉害了很多 我感觉每次画这种画 就是我画的就会比例失调 我就等这个字应该在中边 但是我是没有鞠躬 就是它皮一看就比较像 但是总是出一点点 就是笔定上的位置的属于 可能还是就是没有专业学过 不知道提前打出笔网 大概定个位就完全是皮的字的感觉 但是每次画这个画还是很难的 我感觉非常快乐 这个没有入跑 我当时又注意到我没有入进去 我是怎么画 这也是我是有吃完的一包 就是上好家的便宜薯片 我小学的时候 特别喜欢吃这个薯片的粉色包装 会比较拉纹 但是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吃薯片 这个我每次用的它这个加快 其实每次画一个这个的话 大概五周二十分钟就给它了 这个是我最后一个室友 吃的这个咪咪虾条 这个也是我从小 那画到现在我都觉得特别值 就是五毛钱一包就可以买到一袋快步 其实这个真的也很好吃 对 现在叔叔也觉得很美好 不过都是我室友的 因为我也不买零食 我吃了一时会感觉很醉 这个是其实是周天的时候 上周天的时候我在学习 就是在写一篇我的选修课的论文 写得我压力山大 它是要写一篇关于跨文化交际的英文论文 而且又写三千个单词 我就上网搜了很多资料 就是根本都写不出来三千个单词 就干了一下午才干出来一千个词 而且感觉自己写的一点学术性都没有 然后这也是上周天的学习 就是在做一本考验 书上面的高速习题 就这个重积分我实在觉得难了 都不是给人学的 就压力也挺大的 因为我这周路还跑出来忙了 就没有学习 但是我下周就有一个高速的小册 就是那天忙了一天好不容易到的晚上 再看一本书 我觉得我很机智 因为我的这个宿舍的出入子高度特别不合适 就是看书的时候会感觉头低的太低 我本来想买一个看书的这种支架 但是其实我不经常在宿舍看书 就一般可能是写作业什么 所以我就把我的iPad直播叠了一下 然后把它立在后面 就要把书垫起来一点 就看起来方便很多 这本书是 其实是一本带有学术性质一点的 它是讲上海的百货公司的发展变迁的 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可能是因为南京路那块 其实也有些切身体会吧 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边看边往电脑里 整理一下这个书的脉络 就是这几天上海的天气都特别好 校园里面还可以看到睡觉的蓝毛 就让人很快乐 这是我在宿舍晒被子 我的被子这边是红黄色的 它看起来也让人特别快乐 这是我星期四去吃了一个 学校心上的一个酸辣牛肉米线的饭 但是我觉得它不是特别入味 不是那么好吃 感觉上海的夏天真的到了 已经30多度了 一下就温度升起来 我们宿舍第一次开了电风扇 夏天来了 大家开心 拜拜